美国总统普京会面 布蒂娜不止一次用性交易,换取在特殊利益组织的工作,试图借此渗入美国政治组织,俄罗斯女子布蒂娜,被指示俄罗斯间谍,美联社据台湾中时电子报网站7月19日报道,这起案件的检察官表示,布蒂娜与一名56岁的美国男子同居,但从FBI查获的文件中显示,布蒂娜对与这名男子同居感到不屑, 而且布蒂娜超过一次用性交易,换取在特殊利益组织的工作,报道称,检方没有说布蒂娜换取的是哪个组织的工作,但是从布蒂娜的个人社群平台中,可见她时常参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的活动, 外界猜测她世界加入全国步枪协会,与共和党领袖及美国政商大佬建立好关系,外界猜测检方所指的56岁美国男子可能是共和党顾问,同时还支持枪支权力的保守派保罗埃里克森, 美国纽约时报,布蒂娜还被指控与一名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深官员托尔申用了数年时间,渗入美国政治组织,企图影响美国政客亲俄,报道称,最新的法院文件指出,托尔申是负责与布蒂娜接洽的上司, 他曾拿前俄罗斯女间谍查普曼与布蒂娜做比较,他在一段传给布蒂娜的信息中,写道你抢,过查普曼的风头了,他只拿奖枪拍拍照,而你是拿真枪拍照,除此之外,布蒂娜也曾传讯息对托尔申表示,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更多指令了, 俄罗斯官员亚历山大托尔申,俄罗斯塔斯社布蒂娜的律师表示,布蒂娜已经和美国政府合作长达数个月,还称这起案件与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无关,并否认了外界对于布蒂娜渗入美国政府组织的一策。 现年29岁的布蒂娜,2016年利用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她曾经在电台上,表示,自己出生在西伯利亚,从小就被父亲教导使用枪支打猎,并在搬家到莫斯科后,投身于当地支持拥枪的组织。 另据台湾联合新闻网7月19日报道,现年29岁的俄罗斯人布蒂娜,因涉嫌替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渗透共和党高层,以及全美步枪协会,于15日在美国华盛顿遭到逮捕。 据卫报报道,两名从事枪支权力活动,并且与布蒂娜接触过的布枪协会成员表示,布蒂娜确实热衷于枪支政策,她在活动中也总是给人年轻、迷人的感觉。 布蒂娜布蒂娜脸书,报道称,美检方称,布蒂娜还曾经以提供性爱的手段,来取得某个专业组织的职位。 根据检方的报告,布蒂娜曾与一名现年56岁,身份并未明朗的美国政治人物,有同居的私人关系,并由她暗中协助布蒂娜的渗透工作。 布蒂娜与保罗埃里克森部,蒂娜推特报道称,这名56岁男性,极有可能就是共和党顾问,同时也是支持枪支权力的保守派保罗埃里克森。 他曾在2016大选期间,计划安排特朗普与俄罗斯前参议员托尔申会面,而托尔申正与布蒂娜有相当频繁的往来。 对于布蒂娜案件,埃里克森目前没有回应。 布蒂娜 布蒂娜